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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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呢,我是清華大學 重感夢中的林秀豪這樣 很抱歉,今天的聲音非常有磁性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打開創意,一定要思考 那這個題目說好講很好講 反正就隨便亂講,反正你們也聽不懂 那可是最後你們就會想要去退票這樣 所以,為了這個呢 基本上,其實今天我們主要的目的來這邊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去年其實拿到了一個世界級的一個教學的一個大獎 那當然得獎其實不是一個人的功勞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我們所有的團隊 包含我們的這個Core Member 孟芬跟輝君都在這邊這樣 所以很高興 所以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說 下面我要講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為這樣 所以如果你覺得講得很爛的話 這上面每一個人都有份 OK 所以我們去年其實事實上拿到了世界開放式課程聯盟 所以MIT發起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大獎 它其實一年只給出五個課程 所以各位其實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說這個在最左邊其實你看到的 應該是最右邊 你看到的其實事實上是我們上課的這個小小的教室 所以在清華這樣一間小小的教室 我們是怎麼樣 就是藉由什麼樣的努力 或者什麼樣的創意 還是什麼樣深刻的思考 所以我們可以站上這個世界級的教學舞台 然後拿到這個獎 其實事實上被這個獎砸到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團隊都非常的驚訝 就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接受 所以事實上 我們之所以拿到這個獎的訣竅是 The short answer is actually I don't know 所以如果你聽到這個之後 然後突然就想說 欸我要去退票了 所以我今天呢 其實事實上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a longer version 所以這個其實事實上是想了很久之後 我們決定就是說 在我們整個準備整個個程裡面 到底就是有什麼樣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事實上就是 就是open to refocus 比如說我們今天其實事實上 在接受就是一門客星的設計的時候 其實常常問我自己的不是在做微調 你如果人生中想要去做一些有質感的東西 你就常常發現微調 是沒有辦法得到什麼樣創新的結果 所以最簡單的一個結果 事實上是什麼 其實事實上就不要預設任何的東西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跟大家分享 不只是背課的一個心情 也是就是說活到現在四十幾歲 就是做事的一個態度 就是open to refocus 那什麼叫做open to refocus open to refocus 是說你今天如果 就是需要完成一項mission 需要完成一項任務的時候 你其實在前期規劃的時候 應該把你的心胸完全的打開來 去聽各式各樣不同的意見 然後消化他們的意見 跟做所有的事情 等到你在這個open period 當然在你這個開放的這個期間 把所有的資訊全部都讀進來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任何有質感的事情 在某一個程度上你做完之後 一定會有雜音的 如果你這邊不想得罪任何人的話 你就不要做任何事就好了 所以有人做得到open 可是卻做不到refocus 那還有更糟糕的做事方法是 一開始的時候就一意孤行 做到一半之後 沒辦法承受其他人的壓力 就開始轉向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奉勸 其實就乾脆不要做就好了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課程 其實之所以可以跟別人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質感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廣納所有的意見進來 然後消化了所有的意見之後 我們其實會很認真的 用一種非常嶄新的角度 去詮釋我們自己覺得 是有價值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在物理界裡面 或者說我們在科學界裡面 其實事實上東西會開始變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不同 一個東西怎麼轉換 那你只去想想看 這個其實事實上在專業上 我們把它叫做dynamics 那你怎麼去描述dynamics 那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個很可愛的 牛頓阿伯在那邊笑 為什麼 因為他盤踞書本已經幾百年了 因為你只去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教一些小朋友 就是說世界怎麼改變的 那你就想說 很簡單 就是因跟果要連結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受到一個力 所以才有個加速度 加速度 哇哇哇哇哇哇 才可以怎麼樣 你仔細想想 其實這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說所有的課本 會從這邊開始講起 是很有道理的 可是你仔細再想一下嘛 就是說 就是牛頓阿伯 你也已經重要了幾百年了 你就不能 就是偶爾讓別人重要一下嗎 所以在教這個的時候呢 我決定了 就是說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這麼東西都在變化 為什麼一定要教FDMA呢 所以我決定跟我的學生講說 來 我們來教一下 就是台灣的補習業 台灣的補習業非常的神奇 我們可能是全世界最常嘗試 各式各樣不同教育改革的社會 就隔一陣子就試一下 隔一陣子就試一下 準備好的改 沒準備好的改 反正什麼就一直改 然後你發現呢 學生怎麼樣 我們不是很清楚 今天至少這麼多人來關心教育 這可能就是這個後遺症之一吧 可是 補習班 都不用拜拜 他們還是一樣很興旺 所以很顯然 這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課題 OK 那在這樣的一個東西底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教育學家的呼籲是怎樣 教學家的呼籲是這樣的 他是說 大家不要去補習啊 大家如果都不去補習的話 小孩子的競爭力就是一嘛 那大家全部都去補習之後呢 就怎樣 沒有辦法學習到 有質感深刻的知識 所以大家的競爭力都變0.8 這個聽起來就是 非常合理對不對 可是它這麼的合理 為什麼 它完全沒有改變台灣補習的現況 所以我們試著用科學的角度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稍稍把我們的鏡頭 拉離這個 非常深刻的 補習的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在你喝的珍珠奶茶裡面 有你看得到的珍珠 就一顆一顆的 有你看不到的珍珠 就是這個圖中 一根長長桿子的東西 這個叫大長桿菌 那這些小珍珠 事實上比大珍珠來得多 多很多很多很多 那如果你以為這些小珍珠 都沒有憂鬱的話 那你就錯了 那個小珍珠上面 還有一堆一堆小小的東西 那叫氏菌體 顧名氏菌體就是吃細菌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吃大長桿菌 他們吃的方法呢 非常的好萊塢 他們就是把自己的DNA打進去 然後呢 就開始在裡面 開始製造個頭啊 製造三角啊 都抖起來 然後就越來越多 多到不行的時候 就怎樣 大長桿菌就 就爆開了 然後他們就出來 然後繼續感染下一個大長桿菌 然後大家聽到這麼噁心的東西 就立刻想到 異形就是從這裡來的 異形確實是從這裡來的這樣 所以呢 那你如果以為說 哇哦 所以我喝珍珠奶茶裡面 有我看不到的珍珠 就是長得像桿狀的 這些桿狀呢 還有它的憂慮 就是它們怕被這個氏菌體感染 那你會覺得氏菌體 一定就很簡單 沒有 氏菌體還分兩種 有一種呢 就是很好的氏菌體 他說你缺個頭 頭借你這樣 你缺腳 腳借你 然後就是大家彼此幫忙 所以大家可以猜想 這種氏菌體它適應你比較好 那有另外一類氏菌體它是什麼 有另外一類氏菌體是這樣的 就欸它快做好了 它缺個頭 然後默默地把它的頭藏起來 我不知道你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沒有碰到這一種 這一種氏菌體 或是說 哎呀它就缺一隻腳啊 或幹嘛 或是說欸它已經快好了 幫它多裝一隻腳 然後它就不能動了 它就卡住了 所以這種是比較壞的氏菌體 所以呢 如果在這兩種 你直接比較起來的話 事實上你就會發現 好的氏菌體 其實它適應力比較強 它們長得比較快 壞的氏菌體 它其實適應力比較差 長得比較慢 所以你現在欸 可以稍稍的好像看一下 就一杯珍珠奶茶裡面 就我們整個台灣什麼 補習業的縮影啊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可是美國馬里蘭大學 他們去養了這一堆這個小珍珠 然後再養了這些氏菌體 然後把他們養在一起之後 突然發現一件很雕鬼的事情 他發現這個自私型的氏菌體 大獲全勝 也就是說最後那一整杯裡面 全部都是爛人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所以我們要稍稍來思考一下下 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 主要的原因是這樣的 自私的氏菌體 如果碰到正常的氏菌體的時候 它的適應力事實上是2 反過來呢 如果是正常的氏菌體 就去碰到自私的氏菌體的時候 它的適應力就突然變成 只剩下0.6了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假設今天在一整個 一開始的狀況底下 我們其實幾乎全部都是正常的 只有一個什麼 自私的氏菌體 結果那個自私的氏菌體 它的適應力是多少 是2 正常的話是多少 是1 於是它就可以怎樣 它適應力比較好 它就越長越多 然後長了一半的時候 假設你現在再去看它好了 這個人口裡面 或者是氏菌體的體口裡面 有一半是好的 有一半是自私的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的氏菌體的話 你碰到正常的機率是一半嘛 然後碰到自私是一半嘛 所以你平均基本上 你的適應力其實就是 1加上0.6再除以2就是0.8 你看 算數算得非常快 那如果你今天是自私的呢 你同樣一樣是一半一半 所以基本上你其實事實上 就是2加上0.8再除以2 所以1.4 你突然發現大事不妙了 其實事實上 即使只是感染到一半了 你會發現自私的氏菌體 還是怎樣 它還是比較優秀啊 它還是會繼續的往前演化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禁 就想到了Jurassic Park裡面 其實最出名的一個經典的台詞是什麼 這是所有懶惰的爸媽跟老師 最好的藉口 就是Life will find its way out 翻成中文就是說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口 就比如說你教出教導 結果真的是受不了 你就跟人家講說 啊好啦沒有關係啦 我不教了啊 你們一定會找到自己的出口嘛 對不對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這個出口呢 可能會很不利慘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每一個時刻來看 自私的氏菌體 都佔有競爭的優勢 所以最後整個族群 才會全部都變成什麼 最後到最後會全部都變成氏菌體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一下說 經由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如果今天去做模擬 然後你會得到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這是電腦模擬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想像說 在藍色的時候就是說 大家都是無辜的學生啊 然後就是每一天都很自由自在的生活 然後突然有幾個很擔心的爸媽 強迫他小孩去學習 慢慢的你就有補習班了 家教 然後最後變成文教集團 然後最後就變成一整個紅色 就是我們現在教育的現況 也就是說如果你沒補習的話 你是統計上的什麼 的失誤點這樣 根據統計的話 我們目前的教育制度 事實上是鼓勵大家去補習的 可是你仔細退一步來看 你就會發現這件事情非常的恐怖 一開始幾乎都是藍色的時候 整個社會的適應率是多少 是1 可是等到最後全部變紅色的時候 這個整個社會的適應率是多少 是0.8 所以在這裡其實你可以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有趣的科學現象 就是在整個競爭的過程裡面 雖然自私的事情全部都是佔優勢 可是等到最後 你從一個社會的角度上來看 這個社會是退化不是進化 所以你下次再去看Jeroxy Park的時候 你就可以嗆它一下這樣 生命師一定會找到自己的出口 是沒錯 可是你可能是在三樓這樣 出口可能在地下室 所以在這邊其實事實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 其實不要再去整天 就是看說這個蘋果然後收利這樣掉下來 事實上這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背後 它的方程式 因為我Diantat的社長的人 就是不會弄太多equations這樣 它的方程式 事實上跟蘋果會一直往下掉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學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當蘋果這樣往下掉 它一直都往下掉的時候 你不能跟蘋果講說 你不要自甘多肉啊 你幹嘛沒事要一直往下掉呢 你要去理解一下 背後它為什麼會往下掉 同樣的事情 在我們整個教育的結構底下 如果最後出來 是這樣的一個二乘二的矩陣 就是我剛才其實已經跟大家講過了這個東西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要求說 大家不要補習啊 那是完全沒有用的事情 所以從這個非常簡單的科學的例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還是可以教育小孩子 你怎麼去看到事件的整個分布跟整個變化 可是從這裡 它除了可以學習到一般 F的MA應該有的方程式跟所有的東西 它也可以跟社會的現況做連結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們當初是試著退一步 然後去設計出這樣一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確實就帶來一個完全嶄新的視角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Open to refocus 那我們是在大學教書 那台灣的教育很好玩 在小學教書的時候 你會跟小朋友講說 不可以說謊啊 要戴手帕啊 要怎麼樣的啊 到國中 還很白目的老師 就比較少了 到高中呢 我們就很少這樣講 到大學的時候 老師都講說 I know calculus I know differential equation 然後 其實事實上不會分享很多東西 那我在背課的時候 我就常常在想 誒 我們課堂上真的只能教專業的知識嗎 我們不能做其他的東西嗎 就是我的人生雖然不見得一定多怎麼樣 可是我的人生充滿了失敗的經驗 為什麼不能跟你們分享呢 那你們還在笑 這我都跟學人講說 老師分享失敗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大部分都沒人要聽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我就決定在上課的時候 我要跟學生有不同面向的分享 那有一件事情其實是我教書以來 讓我最感動的 就是我的學生 因為我錄了好幾門的OCW 沒有想到他們居然分六組 然後就開始看一下 我上課講了什麼廢話 那一般以前他們在考試的時候 去看我的這個開放式課程 一定是什麼 老師就講廢話快轉 然後到正常的時候 欸才開始看 這個的時候剛好相反 欸老師在教正常的這個物理的時候 快轉 欸老師在講廢話 來看一下能不能記下來 所以呢 他們就把我這個過去三年多來 所有講的所有的廢話 全部都集結成一本書叫好語錄 然後送給我 然後我真的是感動得要命啊 所以因為我非常的感動 於是又做了鬼臉 然後跟這個好語錄拍了張照 然後給他們 然後我的學生果真的非常有創意 他們就挑了這個班上長得 號稱啊 跟我很像的學生 然後你可以仔細看一下 他的眼鏡跟我很像 他很認真的去調他眼珠的位置 然後拿著他們的教科書呢 就拍了一張照片 然後把它合成 然後寄還給我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會覺得說 欸確實沒有錯 你在上課的時候 跟學生分享這些東西 其實事實上 他們最後是有一些回饋的 就好像說學生跑來問我 就說欸我這學習的時候都很痛苦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那像這種很沒有良心的老師呢 就跟他講這個 就跟他講說學習本來就是痛苦的 Just suffer and try to live with that 所以呢 然後有些同學就是可能這樣 學學學學學之後 然後就突然發現了說 可是老師啊 我除了學習很痛苦以外 我發現 我即使連生活 待人處事什麼什麼 我都很痛苦這樣 我就跟他說沒有關係 這句話有個什麼 有推廣的版本這樣 就是人生本來就是痛苦的這樣 Just suffer and try to live with that 那除了這以外 其實在上課 我有跟他們分享我讀過的書 那你沒有看錯 我是在清華大學教書 我不是在清華幼稚園教書 那這個是花婆婆 是一個非常好的繪本 所以我在上課其實是會跟他們講 我說其實你們今天可以進來清華念書 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說你們可以試著把人生 可以這樣子粗略的分成三塊 第一塊去做你想做的事 第二塊也去做你想做的事 然後可能會期待說 老師你要我第三塊捐出來是不是 就是要去哪裡當義工 也沒有啦 沒有那麼恐怖 第三塊的話你可不可以稍稍思考一下下 那就繼續做一件 其實還是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做一件讓世界會變得更美麗的事情 那我相信其實事實上 如果大家其實是可以抱著這樣正面的角度去看世界的話 其實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仇恨它就消失了 OK 然後接著的話其實我在課堂上呢 也會跟他們分享 就是人生裡面非常重要的課題其實是愛跟生活 我會跟他們講說 這輩子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你愛的人 剛好這個人也愛你的話 那其實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所以在這邊其實事實上看到的是 我跟我老婆在19年前結婚的時候 那整個招牽的賣點不是在於上面的男生跟女生 而是在於我老婆輕輕的牽著我的手 那19年後 我們還是會輕輕的牽著彼此的手 繼續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那在這邊其實事實上我就會跟她講說 你要談戀愛是很簡單的 可是你要真正能夠跟一個人在一起 好好的生活是很困難的 溝通是很重要的 比如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我跟我老婆剛結婚的時候 我們都是從小孩 不是從小孩 就從學生的 在美國 然後呢 我老婆她比我有創意多 其實是應該她來演講的 那 有一天我回家打開冰箱一看 哇 一整盆 container裡面就是白白的 看起來像是杏仁豆腐 我就拿一個湯匙吃一下 哇 果真是看起來像杏仁豆腐而已 就很難吃了 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 那 我那時候很珍惜我的婚姻吧 我在想說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我是很有毅力的人 所以我就 努力地把它吃完了 然後我沒有講什麼就洗一洗 第二天 我又回來 打開冰箱 我看到一整盆 一模一樣 看起來像杏仁豆腐的東西 我老婆就從房間裡面走出來 就說 我沒想到你這麼喜歡吃這個耶 所以我今天又做了一大盆這樣 所以從這裡我們就知道一件重要的事情 什麼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其實相愛很容易這樣 可是你要在一起相處的話 開城不公的溝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最後的話 在我們今天演講的最後 跟大家講一下 我在公島碰到的一個起事 有一年其實事實上 我們去廣島開會 那大會呢 就是安排我們所有的人去參觀公島 非常非常出名的這個神社 大家在下面的時候 我跑到山上的這個千疊店去 然後靜靜地看在那兒 然後我靜靜地坐在那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旁邊有個怪老頭 就拿出一張紙出來 然後就開始在地板上拓印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就湊過去開始跟他聊天 然後他聊了很多 後來才知道 他事實上是廣島藝術記的藝術總監 然後後來聊了很多 然後也看到很多畫冊 然後所以後來呢 就知道了說 反正就是聊到很多很多 有關於藝術建築上的一些看法 那最後我要走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哇 我真的很羨慕你 你可以在世界各地到處跑來跑去 然後呢 可以用樹苗把自己的東西記錄下來 結果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說哪一個小孩不會畫畫呢 我們從來沒有喪失畫畫的能力 我們只是失去了把自己作品跟別人分享的勇氣 所以在這邊 只跟所有就是你生命裡面還有夢想要追尋的人一起共勉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